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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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开始翻炒 让每一粒韭菜都能沾上锅中的油 韭菜自身会出比较多的水分 这时要有耐心把韭菜慢炒烘干 整个翻炒过程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 直到看到韭菜变成深绿色 表面油光闪闪 就可以把刚才的调好味道的蛋液均匀地倒入锅里 继续翻炒 让每一粒韭菜都沾上金黄色的蛋液 切记不要猛烈翻炒 让低部的蛋液凝固 才可以反转过来 喜欢石嫩滑鸡蛋的 就可以早点起锅装盘 我比较喜欢吃香口一点的 所以就把鸡蛋煎到金黄色才起锅 香喷喷的韭菜滑蛋做好了 做法简单 容易掌握 韭菜在阳台用花盆也可以种植 非常粗声 割完了一批 下一批很快就会生长 最近流行的说话 割韭菜 割韭菜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多伦多菜价飙升 种植韭菜 能为家庭节省买菜开支 同时能体会到种植乐趣 推荐给大家在这个夏天种植韭菜 韭菜还有很多食法 我会陆续更新视频 也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留言交流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期再见 拜拜